我们始终不伴高声 我们力求直播传真 博报 Parents Beware Kawasaki Disease 支持我们请在视频的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但是也有人说呢 这个人在对他来说很容易给他化解掉 为什么呢 他说这个人在抵抗 他不断的在抵抗 压制他还在抵抗 他没有停止抵抗 而且呢他可能是装的 在他那个警察的眼里 他说你是装的 这时候就很难把这个事情来证明他是犯疑 所以大家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一定要了解 所以在证明恶极谋杀的时候 这里面就有一定难度 所以我们大家在很多人在观察这个案子的时候 在国外一定要 要对这个国外的法律体制在厅审的过程中不断学习 另外其中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证据在开庭以后 证据的选择其中 他就定这个刑事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 叫做beyond reasonable doubt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就是就是说他不是说每个人要看得见 就是你要是排除各种可能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人 如果你梳理到很多的情况 你不是听来的 你就从各种理性的角度来思考 这个人做这件事 他是不是有目的的 那就一定是可以叫做beyond reasonable of doubt 所以要证明beyond reasonable of doubt 这个地方如果是对这警官来说 他要是找到一个陪审团的人 这个陪审团的人呢 他要是相信这个人他不是谋杀了 那这时候呢 这陪审团的决定 他就不一定判得到 他是二级谋杀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我们现在在美国 一直边走边观察这个墨 从我们这边看起来 我们等待着明天的结果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感觉到 美国上到总统 下到平民老百姓 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案子 因为总统当然要关注这个案子 因为他现在成了一个 国内冲突的一个大事 另外有一个今天早上我们也看到一些新闻 说这个弗洛伊德 他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他也可能是一个犯罪分子 因为从警察的角度来说 他是因为他长期这个人是吸毒 犯途 另外呢他经常是用假钱 所以这个假钱用假钱本身就是一个犯罪 另外他曾经 如果是警察在用证据拿出来 比如说这个人曾经用枪来指教一个孕妇的时候 那他就是一个犯罪 所以我们大家非常清楚 在国外很多的人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哪怕你用个假枪而指教一个人 这也就是犯罪 还有一个我们很多华人对家庭暴力啊 都以为是男人对女人的家庭暴力 这是一个绝对的错误 有的时候是女人非常暴力 有的女人是拿刀去刺杀丈夫 有的女人各个拿两个双手去挖丈夫的眼神 很多的时候 中国的男人呢 国外这种家庭暴力就是习 就是习是女人啊 很多就是好男人跟女斗 都是以这种观念来 这种放纵都会让中国的女人越来越 在国外有恃无恐 所以对待这种家庭暴力 我们一定要警觉 一旦发现 如果去变成一种习惯 变成一种讨价寒假 最终来说也是引起大祸 从现在来说呢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这海白华人直播我们也问了一些法律界的朋友 感觉起来啊 这个案子 也不是轻而易举的能够给一个警察去定罪的 所以大家要做好一个准备 很多的华人 在这边的华人 在这边的华人并不是像 加拿大的华人和美国的华人不一样 加拿大的华人是长期在看 这个新闻就是偏准备的 本地的华人 未必一样 本地的一些华人甚至认为 这个警察很有必要 如果册判了这个警官 有可能会引起很多警察以后 才来面对危险的时候 他们不停的行为是不作用 这样的伤害更大 所以我们海外华人直播 我们相信美国和加拿大的法律 无论是孟晚舟事件 还是这次弗洛伊德的这次案件 我们在判断孟晚舟的案件的时候 海外华人直播认为 孟晚舟的99.9%的人 不会被释放回中国 这是真的 对事实的这个 事实和正确的这个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多事实在那 事实很多事实是我们自己看到的 或者你自己讲的事实 在很多的情况下 有的时候啊 在法庭上 是在工房两方 但是讲的是拿证据来 拿证据说话 如果你的证据不足以支持你 那可能这个犯罪分子就逃掉 也可能一个好人被冤枉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里面 呃 还要划一支过我们初步的讲呢 就是警察 我们最喜欢的可能有没有 有 但是概率是比较低 那二级谋杀的可能有没有 这是起诉的 诉方 有 那会不会定 我们这里绝对是自己想去 很可能呢 就是说 就是说 属于过时杀人 难所获当 或者怎么样 变成三级谋杀 或者是 这个 警察在使用的过程中 是属于 在制服的过程中啊 是属于失当 是舒服 属于这种的性质 呃 这是我们一个 对一些对事实的一些 海外环直播对 这个总体上的一些看 呃 还有在网上最近这几天呢 还有一些黑人呢 在公布了他们一些 名者保身的一些 民族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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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 要 找 帮助